I'm reading things but I can't be what I play I'm not mad 清晨四点半 这群人用满腔热血对抗低温 55位阳光基金会商友 加上志工家属组成百人团队 首次站上国道 有的人是第一次参加路跑 就直接挑战半马 昨天有点紧张啊 今天就想说反正就跑看看 其中有30多位是巴仙承报商者 像是李慧珠 在不断练跑中 找到与巴痕共处的方式 开跑前就是比赛的 前一个礼拜有去喝梯练跑 就是大概10公里左右这样子 那就是当然希望 这次主要目标就是破我的PB 3 2 1 GO 强声一响奋力往前 先前腿部有22%面积烧烫伤的蔡风灿 在最后5公里一度抽筋 努力跑回来 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附建成果 就是让大家看看 我们受伤之后都很努力 然后现在已经好了 也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这次我们的主题叫做 脸部平权 Keep shining 不管是孩子 或者是其他烧伤的朋友 经过这场历练之后 能够让他们的生命 一样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 中华民国路跑协会 与阳光基金会跨界合作 举办2018脸部平权运动 台北国道马拉松 希望让更多人知道 生命价值不是取决于外观 多以行动支持商友 持续闪耀 大家新闻周城的健宽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